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每年都有不同的国家在食品安全方面出了不少的事故 人民对农产品的营养健康和安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视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这两年有机农业的概念变得越来越热门 有机农业指的是一种能够改善生态系统健康的生产管理体系 包括对土壤植物和动物的管理程序 有机农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会使用化肥农药防腐剂和各种转基因技术 这样一来生产出来的有机蔬菜和农产品也是最安全营养的 还会得到相关机构的监督和认证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到2016年全球以有机方式管理的土地面积达到了5780万公顷 算下来有8.67亿亩 其中澳大利亚以2740万公顷的面积排在第一位 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的有机农业在全世界都是发展的最成功的 凭借着不同的气候特征和地理条件方面的优势 有机农场几乎遍布整个澳大利亚 这个国家不仅建立了从种植生产到加工和批发零售 这条完整的有机农产品供应链 还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有机农业的成功转型 相比之下 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发展就没那么顺利了 虽然中国以230万公顷的有机农地面积排在世界第三 但是其中9成有机农场 基本上都处于亏钱的状态 既然有机农业发展前景广阔 还有国家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的有机农业为何走不上正轨呢 原因正如网友所说 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两头不讨好 农民不愿意干 消费者也不愿意买 对农民来说 有机农场的建立和管理需要很高的成本 光是起步阶段的资金投入就是一个大问题 就算好不容易经营起来 前期也很难实现盈利 因为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有机蔬菜 实际上在市场上并不一定吃香 消费者不愿意为有机农产品买单 一方面是因为价格太高 比起普通的蔬菜 有机蔬菜的市场价格要高出好几倍 另一方面 很多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度仍然不高 导致消费者花高价买到的有机蔬菜 市面上用普通的大棚蔬菜冒充有机蔬菜的例子 层出不穷 不过从长远来看 有机农业确实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如今国家对有机农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 加上农民相关部门商家和消费者的共同配合 中国的有机农业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